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集结号 在长州啊 有一名男子在朋友那儿吸了毒之后 开车回家 途中呢 他又产生了幻觉 总觉得有人要追杀他 于是呢 他就买了两把菜刀 抢了一辆面包车 满大街的乱开 造成了多车追尾 接警之后呢 警方迅速展开围捕 将其抓获 目前该男子已经被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今年5月5号 长州警方通过路面监控发现 早晨7点多钟 吃牌号为苏地9C533的面包车 在长州沿长虹路 长江南路 中无大道等路段行驶 沿途闯红灯 逆向行驶 一路摇摆不定 十分危险 围追警车不停地对其喊话 驾驶势力的一名男子挥舞着左手 示意警车不要跟着他 接下来 接下来 干男子并不理会民警 直接掉头开上了万环高架桥 随后还逆行 半个多小时后 两乱警车前后夹击 终于将面包车截停在路边 男子下车后 双手持两把菜刀与民警对质 随后 他穿越马路中间的绿花带后 在车流中 到处乱窜 干男子并不听从民警 却说 他左手拿着一把菜刀 抵着自己的脖子 右手胡乱挥舞 另一把菜刀 一名骑着三龙车的路人 见状立即掉头行驶 随后 干男子再一次穿越 绿花带 向马路对面走去 四位民警一边让过路车辆 关好车窗 一边手持拖把木棍 铁叉等工具 与男子谈判 此时干男子右手被菜刀割破 已经开始流血 经过数小时的对峙 迟刀男子终于被民警制服 据大查 干男子名叫沈小成 今年四十岁 有多次盗窃前科 还有吸毒史 凌晨一点多钟 沈小成在朋友家吸食病毒后 开车回家途中产生幻觉 我自己在后面有人盯着我追 我就拼了命的跑 我只是围着 但是我也跑不出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 我就围着那个床站 据沈小成交代 他自己的车被撞毁后 就冲到路边的一家饭店 拿了两把菜刀 还扔给了店主一百块钱 随后他来到路边的一辆面包车前 向车主借走了面包车 人本身因为吸的毒比较亢奋 然后又感觉到是 后面有很多很多人来要抓他 所以就是说 当时驾驶的速度应该蛮快的 而且再加上亢奋的话 他车子是左右不停的摆动 沈小成在驾驶抢来的面包车时 恰逢早高峰时段逆响行驶 造成三辆轿车发生连环相撞 途中还撞到了一名其电动车的女子 经司法鉴定 沈小成受冰毒影响出现 被跟踪 被破坏妄想 在妄想的支配下作案 综合案情和现场精神检查 沈小成患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但沈小成在明知吸毒是违法的情况下 放纵自己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 故评定为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检方认为 沈小成的这种行为 已经对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造成危险 近日沈小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检查机关匹捕 江苏城市频道